無線電視及港台記者昨晚採訪反佔領團體集會期間遇襲 無線去信行政長官梁振英及警務處長曾偉雄要求果斷執法 質疑警方沒有即時制止及逮捕施襲者 特首辦顯示暴令,表明警方會嚴正跟進 警方拘捕了一個男人,不排除會再有人被捕 在藍絲帶運動,撐警大聯盟和正義聯盟合辦的晚會 無線攝影師被包圍,攝影機都推現 當無線記者和另一位攝影師想幫忙時,都被拉斜襲擊 無線新聞部致涵特首梁振英嚴厲譴責事件,表示強烈憤慨 說三位員工身體都有明顯被打的傷痕,三位都被撕爛 甚至有人拿走攝影機,公然強搶新聞部的財產 無線強烈要求梁振英擇乘警務處長曾偉雄調查案件 果斷執法,將不法之徒承之於法,防止暴力事件再發生 而被曾偉雄的信便促請他公正調查,不能放過任何線索 否則香港法治蕩然無存 無線又質疑警方為何不即時制止和抓人 要求警方保障記者安全和採訪權利 同場另一個港台女記者亦被推跌,踢中腰和腳 香港電台強烈譴責事件,表示極之憤怒 無線發出公開信時,行政長官梁振英只出席同軍活動 同軍朋友,智氣昂揚,紅豆豆令到我作為大家的總領袖感到十分自豪 一條問題都沒有回答,事後發出書面回應,譴責暴行 表明警方一定會嚴正跟進 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下午出席公開場合時,主動回應 我對於這件暴力事件予以強烈的譴責 香港是一個尊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地方 而特區政府也會維護記者的編織,採訪的自由 我在這裏也特別對於幾位受傷的新聞的從業員表示慰問 警方會盡早將私集者承之於法,永遲公正,不偏不以執法 有線電視記者斯洛秋報導 警方下午在荃灣逮捕男人,懷疑及昨晚記者在尖沙咀遇襲受傷有關 被捕男人姓蘇,61歲,涉嫌襲擊至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普通襲擊及刑事毀壞,正被扣勞調查 警方說高度關注事件,不怕除有進一步的拘捕行動 有警員在事件中和指罵記者的反佔領人士握手 警方解釋,握手的警員沒有處理襲擊事件 又說當時情況混亂,未必看得清是誰的身手 警員禮貌上和對方握手並非不合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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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受傷之後,繼續被反佔領人士追著來罵 有在場警員和對方握手,被質疑會否影響公正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許震德 在每日例行記者會中,開頭是這樣解釋的 那批警務人員並不是處理有關記者朋友和攝影師的襲擊事件 去參加集會的人士追著記者辱罵 而那個人後來都有跟警員握手 即現場的警員在當時的判斷是否錯誤 現場的環境是非常混亂的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發生一些推撞 或者是口角,或者是肢體的碰撞 當時的警務人員未必可以看到現場的情況 當有個市民,在街上巡邏的市民和他們做一些友好的打招呼 我相信作為一個警察,他支持我們的工作 當然我們不會理會任何背景 我們亦都要很有禮貌跟他們握手 這個不是不合理的 他重新記者遇襲之後,警方隨即趕到現場 首要是護送被襲人士離開 他沒有正面回應 為何不能同一時間制服疑犯 只是重新有足夠警力維持秩序 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等新聞組織大約十幾個代表 下午到灣仔警察總部外 向警方遞交公開信 說近期前線採訪佔領運動期間 連串遭受反佔領人士 甚至受警務人員的暴力對待 最少有24個記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 要求警方嚴正執法、撤查暴力事件 將施襲者承之於法 警方派出一個助理處長接訊 他說一向非常尊重採訪自由 不過他沒有回應在場記者提問就轉身離開 有線電視記者閃晴峰 藍絲帶運動召集人李思煙說 昨晚活動有記者被襲擊和他們無關 批評傳媒將責任推卸給藍絲帶運動不公平 傳媒的報道一直都不刺平 令到市民感到憤怒 在名字幕裡 在中樓舉行反佔中的集會引起混亂 藍絲帶運動召集人李思煙事隔一日再解釋 說記者受的是皮外傷 又聲稱一個義工 額頭被打傷流血 要逢四針 還即場展示傷勢 今次活動多間傳媒 包括有記者受傷的港台和無線電視都沒有派人採訪 媒體在美京島受到警方正式的調查 清楚之後 竟然將所有責任加注在藍絲帶運動身上 對於琴瑪參與的市民和我們的工作人員 是一個極不公平的指責 他多次批評傳媒偏頗 他們感受到傳媒在這件事上 一直報導得不持平 只是經常將焦點集中在佔領人士身上 而那些真正受到影響的市民的聲音沒有報導 他們感覺到不受重視 他們的怨氣沒有辦法宣洩出來 而且已經到達到非常危險會爆炸的情況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說 知道組織者指襲擊與他們無關 但是組織者有責任保障會場秩序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庸說 香港距離騷亂指插一線 希望社會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有線電視記者在明進報道 佔領行動在廣場投票開始前幾個小時 宣布各自投票 學聯佔中發起人和學民思潮向公眾局公道夜 承認舉行投票之前 諮詢不足、決策闖絕 施樂就回到 星期四晚宣布要搞廣場投票 三日之後距離開始投票三個半小時 似乎是闖絕、似乎是商討不足 對於議案的內容和廣場投票的方式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 我們決定了各自這次的廣場投票 學生都必須承認這次學生是做錯了的 希望請求各位的原諒 他們說會吸取這次教訓之後有什麼行動 包括和再搞投票甚至發動公投 都會和各區佔領人士談 又重申未是撤離時候 政府的兩點回應不足夠 新報告必然是需要要求人大撤回八十個決議 委員會是需要處理立法會功能組別改造的時間表 以及公民提名確立在整個政制改革的時間表 金鐘凌晨出現的這幅標語如是了結局 又佔領者認為是好事 他現在停了再想一個新的方法去做 我覺得這樣也是好 因為他是接納我們大家的意見 我覺得是各自都會是直面的 可能是連連最近這個反佔中的簽名來說 會有一個不好的影響 一有這些數字上面的顯示 就可能會有比較 其實任何這個公投 我覺得這個活動都會這樣去進行行 沒有什麼影響 真正有心來的應該不會因為這件事 就是這個公投去改變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 難以評估各自投票 是否以未開展對話的機會大翻 強調政府一直懷著最大誠意 我不知道這個行動是代表什麼的立場 繼續和學聯的代表 或者其他示威的人士 找出這條方向 一個走得到的路 讓我們解決現在面對的困難 他從新政制發展很複雜 不是特區政府單方面可以決定 有線電視記者斯洛秋不讀